行,现在已经回到家了,新新在这边过个村节吧,家里老人都在吧,是在大孤山吗,还是你接到这边大孤海岸了? 没有,这个房子实际他们夏天也过来,我不来,他们也过来,他们过来住,他喜欢海嘛,大孤山那边毕竟他离海还远点,大孤山下面一个村子嘛 对,你买这个大孤海岸的房子是14年买的,花多少钱当时? 14年的时候,我现在有点想不起了,也就是个多少,40来万吧 多大面积啊? 130,这个140 哦,那是大户型的,那个小区最大的户型 哦,最大的问题 对,你那40多万呢,那个时候,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房价是有点起来了,有点起来了 04年的时候,那时候房价低,大孤海岸那个时候房价低,对对对 05年,06年,对,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都是不到2000一瓶 嗯,就是啊,对 嗯,还是可以啊,还可以吧 我以为我把他装修了嘛 又装修,装修也花不少钱啊 哈哈哈,然后我想把那个阳台在,嗯,还没封嘛 哦,你想把它弄成太阳能的 嗯,弄成太阳能 看那个,那个阳台有多大呀 那个弄太阳能的话 十几个平米吧 十几个平米 十几个平米 哦 十几个平米 这家十几个平米,这房子我觉得都有150 哦 哦 147到40以上呢,这个面积 对啊,你看,你像我这个院,这个利用这个多少平米 一个板是,呃,一米,大概是一米,一米长啊 一米宽,呃,一米九 一米九长,好像是,不是一米九 那有多少宽,我就忘了,不是多少,宽度啊 这个宽度是一米,好像是,宽度一米 长度大概是,有没有两米啊,没两米 哦,差不多了,看了,这个啊 一个,两个,三个,三个,三个是六米,七米,呃,没有两米 一米八九那个样子,呃,这样的就相当于一个就按那两,两平米算的话 呃,四个,二四的八,八平米,呃,也就是七平米吧 对,你那个还能,能提出七平米的这个空间吗 嗯,差不多 哦 哦 那时候可以给他们聊聊嘛 他聊聊,对 咱们开始误差的 坐一下,坐一下,挺好,这个,我这个店,我这个屋子的店都靠这个 哎呦,你看这个水,哗哗的,都现在画得很快 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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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对,都画了,这是 咱们这边的雪啊,不像那个,焦东那地方 就是,呃,荣城啊,维海那边 嗯,那边他画不了 嗯,咱这儿很快就画 今天中午我估计就画了这太阳下 温度还是好 温度高 东无严寒 夏无酷暑 您过来的时候是 哪一段开始有雪的 到什么地方 就走那个台湖路 这边感觉着越来越累 我走的阴影大道 阴影大道 因为我这边雪越大 那边一点雪没有 大自然的造化 我们背后有山 我们有山法有雪 那边是平川 没有山 这什么时候下的雪 这都不知道 雪景还好得很了 雪景很好 对 我说你早的时候拍雪 从哪拍雪 我这外边一天雪也没有 你看我早上拍的雪的片子了 你看了 我说本来是想 这个片子 下雪的片子 我想明天发一想 哎呀 这个还及时发了吧 因为我刚发了一个上山的 下一代小雪的片子 我接着又要拍一个 这个下的白茫茫世界的片子 你看我这小院 真好 小院 它又停掉 你看这是个热爱生活的 哪里哪里 你看看 你看咱坐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桌子 这个地方 这个雪 你看 这边它自然 就慢慢就画过来了 这边已经画了 自动画了 咱没拨了 是吧 这个凳子咱没动 也没擦 也基本画了 就是自己就画了 自己画了 温度升起 一到中午 温度升起来了 对对对 我看天气一爆 现在天气 温度还非常低 就是可能是半夜的时候 最低零下九度 这是最低的 明天气温又回升了 明天 这之后15天 都没这么低了 越来越高 都淋上了 对对对 这是个啥 这个盒子 你从那边打开 这是个电源吗 这是我的电池在里面 逆变器啊 对对对 控制器 逆变器 电源 工具箱 都是他了 这套是多少钱 下来 不算架子 不算架子 这一套 包括这个电池 整个家里 一万二三吧 大概那样子 电池贵 电池六千五 它能板不贵 它能板一块七百四 七百四十多 那你这个 就是说供你自己用的电够了吧 你要是照明啊 或者是烧点热水啊 烧个这个热水器啊 够了 不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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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但是你要是烧空调就不行了 烧空调 它这个电 这个烧 只能烧个一两个小时 就不大行了 对 我就先过来参观一下 对 看你是咋弄的 这个老是 老是看你发视频 老粉丝不行啊 这见解本人啊 这老粉丝了 在新疆关注我多久了 哎呦我天 这好个年了 我想你自己出的时候 几年前 我就关注 但是我当时有个想法 我是这个 偶尔的发个刺坚持不下来 我没想到你能坚持到现在 谢谢 而且我认为 银潭这边县政府 应该给你发个奖 就是说 正能量的 真的 还能宣传这个 对银潭是有贡献的 咱们也不是有意宣传 咱就是 这是记录生活嘛 真是的感受 对 就是宣传的一种正能量 这个我 我觉得我很佩服 不敢不敢 一般的人因为坚持不下来 但是一天没有断根过 自从2020年的7月份开始做头条到现在没有断根 每天都坚持 不在银潭在别墅也发 不一定都是银潭的是吧 你跑到哪就在哪发哪地方的事 对 对你的评价就是属于热爱银潭 宣传银潭 充满了正能量 真的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这个 我也希望你说点银潭的不足的地方 来点负能量的东西 你觉得银潭什么那么不足 所谓的负能量 现在就是这个工业 没有一些 就是说是经济方面 自己当地经济的一些产业嘛 你说现在污染 也有好多好多东西 它不光是那你养老产业 它就没污染了 对 是不是对利用这个好的这么好的环境 对 这个这个还是把各地的 尤其是西部的一些 呃 老年人想找这样的环境来养老了 把这个养老产业我觉得还做到 对做起来啊 养老产业 招养产业 对招养产业 啊 还有没有什么污染 对不对 你说那冒烟那种是吧 那个就不要去那个山了 是 这个这个就这么就这么一个缺陷 然后真正的说是需要带动一些人气 嗯 可能扩大当地的影响 还是得有一些真正的经济 经济方面的 靠经济来做支撑啊 不过这个都是政府的事 咱们老百姓就呼吁一下 哈哈哈 是 因为要补这么好的这个绿水青山有点浪费了 但是不管怎么定 这个这个中国老龄化社会啊 来临了 对 可是正把你来临了 对 已经到来了 对 我认为这种像银滩这种这么好的环境是一种稀缺资源 是啊 尤其我那次看你说拍了一个深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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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一个老太太是吧 嗯 啊 对 那个老太太95岁 啊 来到咱们银滩生活 她每年都来银滩 对啊 我想 是个老老革命了 深圳是什么地方 深圳呢 是咱们北上广深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对 为什么这样的老人家他也喜欢这个这个这个银滩 那就说明这边的环境太有吸引力了 是有吸引力 要不他才看不上你这个地方 我说是我的香港的南方 他是不是大家大家庭也是老革命 啊 他的孩子都在美国 这个父辈都是这个桥林 就是华侨的印尼华侨 都是特别富有的家庭 就是资本家的大千金嘛 小姐 人家后来投身革命 呃 现在也是挺喜欢银滩的 对对 我想人家那么大的年纪 然后那么那样的阅历 是吧 哪个地方美国都熟悉了 对 呃 又是自来自发达的 这个也新晋的也是沿海啊 对 中国最发达的地方 咱们好多人北方人都向往的地方 对 那么他都这样 能看谁银滩这样的地方 那你去银滩到底好不好 对 我觉得这个他很有发言权 对对 那拍得非常好 而且那种生活经历特别丰富 是 那个次采访了以后给他发了五六七 就一次采访 一口气采访了一些 给他发了五六七 说一说 当时呢 他在九十多岁的时候呢 孩子叫儿子把他弄得无心那边疗养院了 哦 在那边疗养院养老院真是过得很不舒服 说到了晚上几点钟后就把他们捆起来了 或者说 就说的就是说不让他们活动嘛 怕他们出问题嘛 所以他特别不自载 后来强烈要求孩子把他 其他孩子也都七八十岁了 是吧 把他再带回樱滩 然后就回到樱滩了 哎那个老人不得了啊 那一百岁的老人能够就是做 就是这个这个是 手窩的那个就是叫叫双杠那个盖 那个把自己撑起来 你说那身体 哎呦那真是 他银台他喜欢银台 实际人谈着好多说说没供暖 我觉得那个洞自己完全都可以解决 自己解决对 空调也好 你只要家里通了气 那气实际上 我在新疆有个地儿 那个因为集体供暖的不热 那我就有燃气嘛 燃气自己装个暖气片 那个管道 通过他也可以有壁挂炉嘛 也可以烧自己可以烧 我们家用壁挂炉烧 挺暖和的 就是说自己完全可以解决 有什么不能解决 而且自己想烧就烧 天想不烧就不烧 如果你说你集体供暖 集体供暖你要是有事没来 这冬天你要不要减暖 你要交的 那你自己能烧了 那你还用交这份费用吗 对 这都 咋说呢 反正集体供暖大家都渴望 希望集体供暖 但是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 咱们自己解决问题 完全不是问题 供暖不是个问题 其实在银台不是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个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不是大问题 我们小区最近又在宣传 说是从海洋那个核能的 有大家的意见 有大家都是说有这个想法 都能处理说一下 对 好像政府也想在这方面 给解决一下 对 那希望在乐观其成 我们也是希望 能够把核能那个余热 能够引过来 但是目前没有的情况下 咱们还是立足于自己解决 对对对 但是呢 大家要坚定一份信心 银台的明天 一定是很美好 好 谢谢你了 哈哈哈 哈哈哈